国际间还有这一位属于传奇教父等级的厨师 黄清彪 主理新加坡一家餐厅 生意最好的时候 每个月营业额高达4600万台币 称霸新加坡所有的这种餐厅 但不说您不知道 这一位国际级名厨来自台湾 出生宜兰三星的他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 没办法念书 国小毕业之后都被家人送去 做一如腾 起初在碧海山庄洗碗打杂 也在这里接触了湖南菜系当中的谭府宴 后来是如何被挖草到新加坡 又在德国法兰克福世界厨师烹饪大赛 荣获金牌成为亚洲第一人 一块了解 从厨50年手不离国产 他是黄清彪 在美食云集的新加坡 大家尊称他厨借教父 我现在虽然做到金沙这么一个 很总管的位置 但是我每天还是不放弃炒菜这个机会 我还是要炒 这个有个好处是说 自己的手艺不会退化 另外一点就是说 你的手下你的助手 可以看到你炒菜 可以跟你学东西 等一下叫他 再用一个金沙虾 他的厨房里上上下下32个员工 全部来自世界各地 担任新加坡金沙大酒店的行政总主厨 他所主理的金山楼 是全新加坡中餐厅里业绩最高的 现在一个月以新加坡币来讲是100万左右 台币应该是2300多万 正旺的时候有4000多万 有些东西就可以再小一点 从食材刀法到调味无一不讲究 来到他位于新加坡的家中 一进门整个玻璃柜放满大大小小的奖牌超过200面 1984年那个时候 因为我已经在新加坡了 当初可能我自己本身有一点知名度 那么新加坡的这个专业厨师协会跟旅游局 就派我一个中餐的 跟着七个西餐的 就到德国法兰克福 1984年他代表新加坡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世界厨师 同任大赛夺金成为亚洲第一位荣获此殊荣的厨师 后来我就拿了这个金牌 当时回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其实我自己有一点感到后悔的是什么 我没代表台湾 32岁明镇新加坡 黄清彪其实来自台湾 民国42年 他出身宜兰三星偏远乡下的茅草物理 我小时候就是家里 七个兄弟姐妹就住了这么一间屋子而已 就这样13岁的他离开家乡来到台北 一开始就在充满军方色彩的碧海山庄 从洗碗打砸开始做起 这碧海山庄其实这个早期 早期这个地方是官方宴请客的时候 都在这里 包括在我的印象中 从我协处的印象中这个地方来得最多 还是蒋经国先生 当然还有一些山军总司令 海陆空的总司令都会在这里 碧海山庄是早期官方宴请兵客的地方 先总统蒋经国与严家干都曾是坐上兵 他在这一待96年 跟着许多名厨习义 奠定了湖南菜的身后笛子 蒋经国 早期常常见到 那你那时候见到他会怕吗 我们那时候小有一点怕 八宝甜饭他蛮喜欢的 至于有一些菜 其实他吃的食物 他并不是说很奢法的 都是很精简很普通的家常菜 当年台湾几间老字号的湖南菜餐馆 黄清彪几乎全都待过 28岁时 他被个星白家丽 延览至新加坡掌厨 而后又被五星级大饭店挖角 但人在异乡打拼 难免吃足苦头 我们这个中餐行业 有些时候人都是有种很小气 他为了排斥你 就是想把你排到 最好是能够老板炒你游鱼这样的 就是在酱油里面再跟你放言 那这个客人一试就 哇这个菜怎么这么咸 那么这个经理就拿进来了 我台湾的助手就很不高兴 他就大骂 大骂但是我还是对我台湾的助手讲说 这个一定是人家不小心的 你不要怪别人 隔了一个礼拜又来一次了 因为他第一次耍到我们 他们就感觉要很满足嘛 第二次又来还是一样的 那一盘菜是很咸 很咸我们再从酱油那边一咬 又是很多盐 面对其他厨师的排斥 他沉着应对 非但没生气 还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后来隔了一个多礼拜 没有人放了 后来我自己放盐 我自己来放 我就用那个草苗舀 那个酱油舀上来 我就跟老板讲 我说老板 今天这个酱油里面放盐 今天是第三次了 后来他里面因为有一个学徒 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学徒 那就怕事了 他就讲说 你今天没有人放 上两次是有一个姓鲁了 他说鲁上一次你跟人家放了 为什么你不承认呢 我就在案板上拍一个桌子 我说就抓你上两次了 用智慧解决危机 他的能力再度受到老板赏识 1984年 德国法兰克福世界烹饪大赛中 他一举夺金 这面金牌 让他在新加坡家喻户晓 也是他不断前进的远动力 其实我拿到这个第一面金牌的时候 我自己并不感觉到说 这个是我一生中的收获 我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到 这个是我的压力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一直想 因为我如果拿到这个金牌 宣传又这么大 我的菜做出来不好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是更努力的在赚点 所以我对年轻人讲 你拿到奖牌以后 你要背在背后 压着你做 我不是背在你的胸前 给你金光闪闪的 黄清彪说 金奖赢奖不如客人夸奖 即使获奖无数 已经是世界厨艺赛的国际评判 他还是不断精进厨艺 只要一有空 就会翻越古籍 研究宫廷菜肴 再把50年来收集的菜单 改良精进到 滋味与层次都更上层楼 现在我们要做这道菜 叫南竹树枝赛熊掌 这最主要就是 做出来这个猪脚 它比熊掌还要好吃 这个菜其实是当初民国初年 我们台湾的宋美龄最喜欢吃的 它是有根据的 因为这个猪脚它本身的胶原蛋白很丰富 它不断吃了可以养颜跟美容 首先把南竹树叶加水搅碎 再放入猪脚泡烟24个小时 接着再把猪脚取出 蒸40分钟上色 最后再用小火漫威两个钟头 才大功告成 另外在弹腐宴中熬汤 更是一大学问 俗话说唱戏的枪 厨师的汤 这一道黄焖汤则是做了最好的诠释 它这个汤 它是要用很好的煮鸡 还有鸭肉 还有鸭肉 然后慢火先去煮 煮8个小时 煮到最后 我们再加红萝卜汁进去 再煮两个小时 就变成这个颜色 黄清彪说 每道菜背后都有故事 离开台湾36年 它回到家乡 断出失传已久的谭府明艳 要让好滋味继续在台湾流传